老同学我终于等到你了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在这啊 我公司破产了 追赞的人天天在我家门口 需要多少钱 30万一个月之内我肯定还你 娘娘我这卡里呢有50万 你先拿去应急 谢谢老同学我先走了 喂弟 哎哥咱妈她出院外出院了 现在在医院急需要先做手术 我现在一个人在医院 弟你先别着急 你先照顾好咱妈 钱我来想办法 喂娘娘 你能先帮我进你的 让我十万先还给我吗 我急用钱 我能差你那点钱了 最近手都紧还我两点 就这样 喂你先能给我一点吗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吗 阿坤 我今天刚换了一台新车 马上一起庆祝一下 还是我练个霸气啊 哎 凤哥你怎么来了 你提前打个电话我都去接你啊 来来来坐 哼打电话你都把我给拉黑了 我怎么给你打电话 可能手机坏了吧 我又不是那样的人 赢我的钱快一年了 你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哎呦 你怎么不早说呢 前两天我刚报了一个工地 我妈现在出了点意外 急需要用这笔钱 啊 这样吧 过两天 过两天我给你送过去 我是把你当朋友 当初看你落赖 我才肯把钱借给你用的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 来来来给你 现在还钱天经地业 我如果要是今天不来 你是不是打算把我一直拉黑啊 我钱都给你了 你还想怎样啊 娘娘我告诉你 做人做事要讲诚信 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我当初借钱给你 是想让你翻身的 不是让你翻脸的 什么情况 孟少我老婆病了 急需要用钱 没有钱你可以跟我说啊 这个店我住给你三年了 生意这么好 你说转让就转让 你有没有进入我在同意啊 我准备啊 有人转让再跟你说 你的车呢 卖了 你就是个神兵兵 孟少你来了 哎 来喝杯水 身体还行 嗯 还行 看着干嘛 梦下来了 去坐两个拍过来 好 不用不用 我赶时间 这样子你给我炒个饭上了 好的 那算了 老人 如果有什么需要 你可以让老秦给我打电话 好的 老秦啊 从你店里面 这几年生意都还不错 为什么就没有太多钱呢 家里啊 山有老虾有小的 开的自由大 干门长不下去 你平时不理财吗 理财 我不会 我跟你们说啊 理财啊 它其实不分大钱与小钱的 钱钱也是可以的 你作为一家之主 一定要有理财的指使 我评论区啊 就有很多理财的干货 你们一定要去学习学习 好的 还有啊 这卡里面呢 有三十万 先拿着给嫂子啊 看病 这钱呢 我不能要 你给我拿着 我还靠你长期给我收房子呢 还有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这个店你不能给我宰扰 老板这包子怎么卖的 哎 美女 不能用手摸 这里有夹子 你这摸来摸去 人家该怎么吃啊 你摸我怎么收到哪个肉豆啊 不要了 哎 老板 你可以把那丢掉的包子给我吃吗 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 啊 好 来 给你 谢谢啊 哎 那个蘸了不能吃 我给你拿几个新的吧 谢谢啊 哎 哎 兄弟 我看你是不是遇见什么困难了 我从农村里来乘地找工作 我手机和钱包都丢了 这人生地不熟的 我还是想着先回去吧 那你没钱怎么回去啊 没事 就三四百公里 我走路回去就行了 这些钱 你先拿去坐车吧 老板 这 拿着吧 谢谢 真的老板 太谢谢了 这样吧 这个手桌是我奶奶留给我的 先放你这 等我以后还钱给你的时候 你再给我吧 哎 你好 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你老爸的应用費到底什么时候交 再不交的话应援就停要了 哎 别别别 我正在转店了 店一转出去马上就来交 那赶紧的 好 谢谢 老板 外面有人找你 谁啊 不知道好像是拿什么手桌的 手桌 是我还记得吗 是你啊 我记得你 还有免费的包子吗 我们都饿了 有 管够 来这边坐 来包子来了 谢谢 老板 你这店开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转到啊 不瞒你说 我爸生病住院了 我这一天天的往医院跑 店里面也过不过来 放荒心 会好起来的 来吃吧 这包子真好吃 老板 再给我来一盘 老板 我工资还没发呢 你还在这边跪下去 什么时候有钱给我发工资啊 再等等吧 过几天就给你发 老板 这包子真好吃 再给我打包20个 免费的 老板我也要20个 老板 那我们先走了 走吧 哎 等一下 兄弟 这手桌给你 谢谢啊 非常感谢你当年的帮助 你一个小小的赞据 却给了我莫大的温柔和鼓励 这卡里呢 有100万 立马是后六位 你先拿着去给父亲看病 还有这部手机 你可以放到专转APP上卖了 我用了三年的华为LOWA5 还能卖1000多 上面的价格回收高 顺逢免费上门取钱 真的挺壮的 你这家店呢 一定要继续开下去 不为别的 只为了那些落难的人 在回家的路上 能吃上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 哥 请慢用 好 谢谢啊 哥 你钱掉了 哦 谢谢啊 哎 等一下 来 这100块给你 哥 这我不能要 没事 这是你应得的 谢谢哥 哎 小姐 快点 给我干过去 哎老板 哎 你过来一下 房东 你还睡在那什么 再去给我拿瓶饮料来 哎 小姐 过来一下 我是让你去拿瓶饮料来 这不是有服务员吗 我是这个老板 小姐 拿瓶饮料过来 老板 老板怎么拿 老板就不能为客人服务吗 老板就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吗 这是给你的吗 啊 还有你啊 下个月你这个店 房子给我涨两千 都怪你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小妹啊 像这种老板 咱们不给也罢 你可以上五八同庭超纸镜里面去看一看 像办公室文员这些 无险一惊 都莫还能双修呢 真的吗 那我现在就不干了 从黑夜到黎明 不管有多难 从黑夜到黎明 不管有多难 好 好